大家好 昨天啊 我跟大家聊了一段 我说这个天津市 包括山东省 维方市啊 也包括了河南的密县 还是哪 还有江苏的连水啊 连水是属于淮安的啊 我给说成严惩的 说错了啊 向大家抱歉啊 现在今天就有消息了啊 这个中国啊 这个多地 很多很多地方啊 可不止我刚才说的地儿 很多地方的公交公司都赔钱 甚至某些地方 我前一段看到 就公交车已经停运了 他贴出来通知 在公交车的那个车站 在那站牌子上说 因为我们赔钱了啊 我们没有补贴了 我们资不抵债啊 等等等等 所以抱歉 我们只能停止运营 现在你看这个公交票价 与运营成本差距较大 如何破解 这个交通运输部来回应了啊 这让我想起来怎么 原来这个每次一到这个冬季供暖 像黑龙江辽宁那边 冷得不得了 是吧 然后就就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停暖 让老百姓是吧 老人病人孩子父女啊 跟着瑟瑟发抖 最后群众去闹到市政府省政府 最后反正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是吧 肯定当然过两天给你供点暖吧 但是也不怎么热是吧 包括什么这个天然气的涨价 那会还要什么假模三道的啊 举行什么价格听证会 都找来一些托 什么自来水的涨价 是吧 各种的公共服务的涨价 对吧 你既然是垄断 对吧 你既然是补贴 那你就应该为老百姓服务 是吧 而且价格不应该离谱 然后包括什么两桶油 三桶油 什么中国烟草专卖局 对吧 你全是垄断 然后养了大量的人 拿大量的那么高工资 对吧 跟着作威作福 民脂民高 完了你们还又想涨价的时候 还就不给提供服务了 你看是吧 这个这个交通运输部 这十月例行发布会上 交通运输部的运输服务司的副司长高博表示啊 交通运输部就在建国门内 就在那个他的西边就是全国复联 他的后边是北京市政协 他的东北方向是这个国家旅游局和这个北京国际饭店啊 这个交通运输部是我客户 国家旅游局也是我客户 是吧 这个北京啊 这个一半左右的机关 原来曾经都是我客户 交通运输部是那个谁 那个拿着美国护照 冒充中国运动员的古爱玲 他老了交通运输部的 他姥爷是那个建设部的啊 建设部也是我客户 就养了大量的机关干部 是吧 都是拿着高工资 这帮人岁数还挺大活的 是吧 每年医疗费对吧 可是农村的中国人是吧 城市底层的中国人 那个医疗啊 包括你的退休养老 那个待遇是很差的 甚至是没有的 对吧 说目前各地城市公交运营 确实存在一些困难 推进城市公交健康可持续发展 需要标本监制 综合施策 综合政策的出台啊 施加政策 既要加强对公交企业的政策支持 也要提升公交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就是让他赚钱 赚钱怎么赚 对吧 就是羊毛出的羊身上 他不从内部 对吧 你们养了这么多官 包括党委 什么党支部书记 对不对啊 什么党支部书记 这个党官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是没有这些系统的 是没有的 对吧 政党你可以有多党制 而不是一党制 党的官 对吧 什么叫党官 台湾叫党工 你看现在国民党才养几个党工 他那大楼 那个巴德大楼吧 中央党部大楼都出租出去 给一些公司了 很小很小的范围了 哪像这儿养这么多的什么党 党的专职干部 政工干部 哪有 全世界 除了巴勒斯坦 哈马斯 缅甸 国敢 胆帮 瓦帮 是吧 这些都是随中国大陆的 是吧 俄罗斯都没有军队里边 俄罗斯军队都没有什么 政委 指导员 教导员都没有了 可能只有中国 北朝鲜 对吧 养了这是大量的 这个这个负担呀 让老百姓来承担呀 对吧 这非常不公平 然后说在输血方面啊 要给输血 要落实运营补贴补偿政策 合理确定城市公交服务标准 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运营主体 啊就是有的公交 有些线路什么的 他不是国营的了啊 因地制宜建立并实施成本核算和补贴补偿制度 这都是一些套化废话空化假化假大空 二是完善公交价格机制啊 这价格 这钱 这是真的 真金白银是吧 科学合理的制定城市公交价格 并建立动态调整啊 涨了价了 可能过一段又不行了 哎又赔钱了还得涨 是吧 基本上就这个公共服务在中国 不管是公交车呀 这个天然气呀 煤气呀 包括自来水啊 包括电力呀 包括网络通讯呀 哪有说涨上去再降下来的道理 从来没有过吧 对吧 包括汽油 对不对 包括民航 涨上去 对吧 涨 蹭蹭蹭就涨了 很容易 降那可就 就像得病 有句话 什么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是不是这道理 哎 他给你涨上去 你再让他降下来 嘿 比登天还难 对吧 比杀了他爹妈 要他祖宗的命还难 针对长期低票价 难以覆盖企业运行的情况 啊 什么依法依规开展 说一句屁话 这个就是要涨价 啊 用涨价转移危机 转移他的财政亏损 对吧 天津那个就借了好几次钱啊 最后实在借不出钱来了 现在不光是公交公司啊 连天津市政府 是吧 什么江苏南京市政府 就把公务员的工资都开不出支来了 前一段说东城区都开不出支来了 北京市东城区啊 说是跑到西城去借钱去了 前一段说是这个顺义开不出支来了 找挨着他的朝阳借钱去了 是吧 然后大兴 区政府 我说都是区政府 开不出支了 找东城 啊 是吧 因为他们是对口的 你比如说那个西城 原来西城 那如果那个那个 哎对不对 西城有一部分疏散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微旧房改造 他们是到了一部分到昌平 东城有一部分到了顺义啊 然后还有一部分到了大兴 反正他们各区政府也是关系 哎 你这个区跟我关系近 关系好 哎 我到你这张这嘴巴 是吧 不容易被驳回来 多多少少 你给我个庙 是吧 前两天天津市是河北区啊 还是河平区啊 河东啊 还是南开啊 好像天津有一个区 是吧 他那个管片里边啊 这个辖区有一个叫大悲院 就是一个寺庙 跟人家张了馈嘴 舍着脸 给了两个亿 是三个亿 实在开不出支来了 后来又去要 人家说了 我们这是佛门圣地 是吧 都是来我们这 给点香火钱呀 你们都是我们的施主 养着我们 我们是和尚 虽然现在好多也花和尚 和尚也跟尼姑乱搞 是吧 也跟这个 女施主 当然是吧 这也不新鲜 但是哈 说没有这道理 给你一回来还要 你还没两天 他给拒绝了吧 然后当地 我忘了哪个区天津 不知道是河北 河东 和平 还是南开 还是哪个区 啪 反正你在我地盘上 你这庙 你是搬不走的 对不对 所以 整改 你就乱收费 不规范 等等等等 就这马上 圣佛就给你一个 是吧 用我的话 叫眼珠不动 什么叫眼珠不动 就拿眼睛瞪着你 大眼睛跟同龄似的 大牛眼瞪着你 就是给你个下马威 收拾收拾你 赶紧给我拿钱 对吧 没像过去的时候 直接拿王不合的 顶着你脑袋盖子 是吧 给不给 不给就崩了你 对吧 过去那红军 对吧 在那苏区 对吧 给那些地主 给你们家贴一告示 红军需要军饷 你赶紧捐 你不捐 要你命 对吧 我做的节目 广东一老太太 原来是红军的一个游击队 所谓的抗日游击队 是吧 估计属于新四军 从他们家要走了 县大洋 什么五千多块 还有粮食 还说利滚利 他不是就是骗人的吗 就跟现在的P2P 传销差不多 利滚利到现在 都值好几千亿了 是吧 我还做了这么一个节目 谁给你 一分钱也不给你 没把你们家人全宰了 就算对得起你了 所以在中国 是吧 你惹得起人家吗 嗯 嗯 嗯